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飞飞啊 在我们东北的农村呢 现在正是农忙秋收的这个时间 远处的这个收割机啊 正在地里边收割玉米啊 然后接下来呢 我再请大家看一看 看看我们东北 今年黑龙江积析这个玉米 长得怎么样啊 看看在地里边 积析收割完之后的话 这个捡地大学人的全上来了 一而拎个带的 然后拿一个捡地的一个工具 就开始拔了捡那个剩下的 拉起来这个玉米啊 看看啊 我身后这一大堆玉米啊 这是邻居大哥家呀 今天承包了100多努力 然后种植的玉米 然后刚才我跟大哥了解了一下哈 我说今天那个玉米长势如何呀 大哥说在这个玉米苗啊 就是一拿高左右的时候 我们黑龙江积析遭遇这个 天气的影响 连续40多天呢 就是降雨 然后导致的那个气氛太低 玉米苗不长 所以说这个玉米啊 就是属于是照每年相比的话 应该是减产的啊 看看个个都是这样的 看看又回了一体开车啊 现在就是机械化种地啊 收割的话也非常的快 大哥家雇了两台那个四轮的车呀 然后从地里边往家拉包米 这样的话节省时间啊 我身后啊就是这个 这些玉米呢全都是大哥家 今年种植100多亩的这个玉米啊 然后现在呢就是趁着这两天天好呢 开始陆续往家这个收割了 因为趴过两天的话下雪了 刚才我跟大哥了解了一下 就是按他家今年这个玉米的涨势啊 还有这个成色呀水分呢 现在大概的价格在我们黑龙江积析呢 是七毛钱一斤左右啊 然后也不知道今年这个玉米价格 是否能上涨还是下降了 然后听大哥刚才说了一下 他家玉米啊暂时从地里边 现在收割回来之后的话 价格相当的话就准备出售啊 然后他说的 因为咱们东北这边过两天下雪之后 这个储存玉米啊在地上放不好储存 水分大的话这个玉米怕五啊 然后今天的视频呢 就跟大家先分享到这里了啊 有喜欢东北农村生活的呢 记得给我点个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